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台湾的觉醒 好了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讨论郑成功怎样要拿下这个热烂折成 前面这个阶段就是他用这个外交公式 这个希望透过嘴巴所以说信谁一些 就让这个魁一能够投降 但是没有想到利诱也好威胁也好 魁一都不会所动 而且魁一还说他的责任就是要锁这个城 因为这涉及到公司的利益 可以涉及到他们祖国就荷兰的利益 所以回忆他们所成的人 这个宁愿这个牺牲生命也没有关系 讲的这一些 至少我觉得在一个处境那么艰难的人 他还有这样的一股气 反抗的气 而且他还维持一个军人的一个长官该有的本质 但是我们应该有从这一方面来看 觉得他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他是挨打的 是吧 这个台湾现在也是挨打的 这个 所以我 这一再提醒大家 我们 我们的这个处境 好了 那 这个 往后啊 这个到的这一封信 就是属于这个第六封信 这个奎一这个信这样一回啊 那 郑成功也知道了 这个 不打不行了 是吧 不打不行 所以 往后的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双方可以说是积极备战 不过在这一段时间啊 这个郑成功呢 现在是离开这个赤坎 离开大元也离开赤坎 到 就是离开台南这一带了 叫北巡 他往北 是什么 就是去看这个原住民 是吧 这个当然 也是有军事目的的 根据 从征实录啊 在 在永历十五年四月十二号 也就是 1661年的这个五月十四号啊 崇征实录是这样记载的 说樊就是 本樊嘛 就是 郑成功 这个 他就清临 温岗 温岗 到嘉义部队那里 相渡地形 并观四色土民 向背如何了 他去考察 这个所谓四大色 大家知道四大色就是 萧龙嘛 就是今天的这个家里 麦干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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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散化 再来的麻豆 麻豆 地名没有改 再来就是 新港 今天的新世 就是这个是 这个所谓这个四大色 这个 原住民的民心象背 所以我说它是有目的的 所以据崇祯十路谁 郑成功所经过的地方 这些原住民 男人女人 都是所谓胡将相迎 而且塞满了道路 就说淡石胡将就是都拿着东西来迎接 所以郑成功就慰劳慰劳他们 而且安慰他们 甚至也赏赐了什么东西给他们 所以原住民都很高兴 这是我把文殿文翻成白话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原住民的态度 面对这个汉人 就是中国人 郑成功的这一批来 还有面对荷兰人 其实台湾原住民的态度是很复杂的 首先他们大体上是归顺的 没有错 那杨英的记载是代表官方的宣誓 大家也知道 这个多数中国的史籍 也都会经常出现这一种写作风格 写作风格 我们各种的今天研究历史 当然还要在更 不会以官方的某种的表述就完全接受 所以我们知道郑成功他要发动总攻击以前 他需要稳定后方的情势 散布在各地的荷兰人 像北部淡水基隆这一部分 还不至于立刻构成威胁 对台南这里构成威胁 因为路很远 但是云林嘉义以南的这一代的荷兰人 他在好几天以前 就是他在出发以前 就派就是写信给这个朱楼山 就是嘉义这一代的牧师 政务员还有士兵 这个都把他们叫到赤坎来 叫到台南这里来 以就近看管 不然的话他们怕荷兰人在各地 要玩什么把戏 所以他要就近看管 在云林嘉义以南这一代 主要的人口是原住民 据记载 政军登陆的第一天 新港 骁龙 麻豆 玛丽湾 这四大社就来了很多中国人 就是在四大社里面 就有很多很多 这个政务员的军队 就其实就进入了 没过几天 这个 我们提过的那位土地测量员 这个梅菲利 这个梅菲利 他们就在国庆爷的 这个军帐的外边 就看到四大社 还有那个多罗国 多罗国就是北河东山 的那个长老 他们都穿戴了 国庆爷所赏赐的衣服和帽子 而且列队等候召见 所以可见 这个郑成功的军队一登陆 其实他一方面包围 这个赤坎楼这里 同时他也有一部分的军队 就散布到这个散化 麻豆 这一带 甚至远到这个北河东山 这个 他已经是散布的 这里 所以已经号召当地的原住民 要来归顺 而原住民都是以村落作单位的 但没有构成一个大的政治体 所以这个很容易 因为哥哥的势力都很小 而且他们之间其实在长期以来 也都互有矛盾 所以就很容易就一一的被这个收买 或是这个欺负 不过郑成功对于这些非我族内的原住民 其实一方面他还是很陌生 这个根本不是汉人 所以他不了解 尤其他想 经过荷兰三十几年的统治 而统治 很多人又信了基督教 所以这个统治再加上教化 这也是中国人的一项的习惯 所以他怕 他怕这个原住民 已经心向荷兰人了 所以他要提防 所以他要发动总攻击以前 他要去这个卫绕 也是要去镇压镇压 要去这个让这个原住民 看他的这个军容有多壮盛 这个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任何外来政权 想要巩固新征服地区 对土著就当地人的防范 是防范当地人 是他认为要巩固统治的一个先决条件 防范当地人 所以他的北巩 应该是向原住民展示威力 让他们知道 只有乖乖的归顺 这次的这个北巩 可能我的估计起来 差不多有十天之久 我是根据什么估计 根据当然根据这个 热兰周城日誌的一些讯息 还有根据这个梅菲利的这个日记 那这个热兰周城的日誌记载 这个汉布鲁克 因为汉布鲁克这一个牧师 他原来是在麻豆这一带的 后来被召回这个刺坎 他后来这个以后我们会讲 他还受郑成功之命 这个戴信给魁医 这个汉布鲁克 这个是很精彩的故事 这个我们会讲的 所以他这个先讲说 这个这一段讯息 这个热兰周城日誌记载 因为汉布鲁克去了 进了城里面 他会把过去这几天 他所看到的情形是怎样 像这个魁医 以及这个议会 他们的报告 他说了 这个5月14号出发 到5月20号 这个郑成功 这个一行人 经过了麦菲利湾 在相别去视察几个村舍 去过猛杠 这里 那大概这个5月20号 这个 这时候他 郑成功是还没有回到刺坎 对吧 这个我都在算杨历 这5月14号出发 但5月20号是还没有回来 这个根据 麦菲利的这个日记记载 说这个 麦菲利当然 他是后来向这个巴达维亚的 总部来报告的 他是说这个5月13号到22号 他的这个报告 他给巴达维亚的 总部的报告 这一段时间 麦菲利都没有记载 麦菲利是在郑成功控制下的 而且郑成功后来是 把他放在身边 因为他会讲 闽南语 这个 的河南人 而且他是土地测量师 对郑成功要开墾 这个非常有用 所以 这个是 把他放在这个身边的 所以 麦菲利都会 很详细的记载 他所看到的郑成功的举动 他做的决策 对吧 那下的命令 那 在这一段时间 到5月20号 他都没有写 那可见 这一段时间 郑成功是不再刺坎这里了 所以 我们就是 讲 这个上面就是 做一个说明 就是郑成功北巡 差不多是在 什么 到他北巡回来 就是真的要打了 要打了 就发动这个总攻击了 不过在他北巡这一段期间 是谁所在 在这个 斯昆森这一带 在这一带的 就是他的一个将领 叫做马信 这个马信 在这个期间里面 也写了一封信 请人家 他请一个荷兰的这个教师 这个带给 这个奎一 也是这样的 所以 但是奎一不看 其他的人的信 为什么奎一不看 其他人的信 这个等一下 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再说 各位观众 欢迎回到台湾学堂 台湾的觉醒 我们休息以前 就说 这个马信 郑成功的部将 马信 他现在代替郑成功 他就是指挥 叫做包围这个热兰这城 他谁信给奎一 也是要奎一投降 他是叫一个 从屏东这一带 南区的一个 一个荷兰的这个教师 一个老师 这个带进去的 但是 这个奎一 表示说 他不看其他人的信 这个大家就知道 这也是 今天 这个两岸之间 这个中国 我已经讲 中国对台湾的政府 他根本 这个封锁 他也不跟 不官方接触 他不跟你说什么 但是 他又采取 其他各种的这个管道 甚至如果说 有这个管道 要带什么讯息 这个 都很可能的 像这个 恐怕 回忆这种做法 也值得今天 这个台湾的 这个掌握台湾命运的人 也都应该要 看一看 可疑对这一位南区的教师 他 有一点 他有这个口信 他没有写信 因为他不回 不回 马 马 信的这个信 他只是表示说 我们荷兰人 一点都不担心 也不害怕 我们会勇敢的等待 他们来 这是热兰 这城市 是这样记载的 郑成功 郑成功一回到 大概推测 叫做差不多 1661年的 这个5月 这个23号 他一回到赤坎 就任命 这个阳朝栋 为 这个赤坎的地方官 也就是 成天府的福音 这时候 阳朝栋 就传命 马兰十丁 带领所有的军官 牧师 和政务员 立刻到 阳旧 就是四昆森那里 去见 国姓爷 国姓爷要给 葵下最后通牒了 这个是 国姓爷 亲写的 亲自用他的名义 写的 第七封 遭详信 他特别让 翻译员 把信 念给 马兰十丁听 让马兰十丁 这个 写成更 更准确的 荷兰文 大家知道 国姓爷用中文 当然他是用中文写的信 那么有这个 汉人的这个翻译官 他把它翻成 荷兰文 荷兰语 这个翻译官 当然翻译的这个 就是比较松散 甚至比较不太精确 这是一种外 这是一种外交文件 所以要求精确 那么这个马兰十丁听了这个荷兰语 荷兰话的这个翻译 他再把它写成非常标准的荷兰文 是这一封信 是这样的 所以这么费功夫 为什么呢 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功夫 国姓爷要发这一封信 要这么大的功夫 以前并没有这个样子 因为前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这个奎一就说 国姓爷的信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弄不太清楚 郑成功就要堵住奎一的嘴 他不要再有借口说 那几封信他还是看不明白 现在由你们的地方官 来认色过的信 你应该认了吧 这封信 国姓爷重申 希望大家都保住生命 他特别派了一个官员 这个官员 这个 我看可以翻作遮牙 遮牙 以及牧师 汉布鲁克 还有翻译言 福兴哥还有众哥 去向台湾长官 魁仪志义 大家知道福兴 还有众呢 这个李众 这个名字 在崇祯十路都看过的 都出现过的 是真有其人 虽然这个 这个荷兰的记载 说福兴哥 众哥 是这样 那台湾的外记 也记载了一个叫做 李仲的人 台湾列记把这个李仲 这个翻译言 讲得很神 把他讲成是一个谈判的要角 说郑成功就遣通式李仲 入城说服魁仪王 说服了什么 说李仲一出来 就回复郑成功了 郑成功就答应说 好了 让他们投降 让他们回国吧 这是 这是台湾外记这么记载 小说 小说 好了 事实上是怎么样 我们等待下一集 再来交代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